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几个课的内容 在上几个课的课程中我们学习了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列表 好,那么当时我们释放这样的一个盘子 交用的时候我们是把1,2,3,4,5,6 这样一个个的数字传入了进来 好,那么只输入这些数字当然是有它的一定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 比如说我有某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名字我看一下 或者是快要上了,这个函数作用是什么 这个函数作用是把我们输入的任意个数的这样的一些数字 求一个平方和,然后再把它输出出来 我们可以来亲自打印一下,来编写一下代码 好,那么我们刚好来看一下如何解析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列表 那么解析这个可变参数列表的方法 大家很容易想到,肯定是用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forE 比如说forI,E,HIROM 好,那么I就代表我们输入的每一个数字 好,然后我们首先在for循环的外面 定义一个变量sharm,然后让它初始值为0 好,然后我们每当我们读取到一个数字i的时候 我们使用我们之前所学到的这样一个加等 sharm加等于什么呢,大家想一下 好,那是i乘i 我们就不去用这个pass里面内置的这样一个求平方的函数了 我们就直接i乘i,然后加上你来的值 然后这个呢,依次循环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把我们输入的任意个数的这样一个数字呢 求成一个平方和 好,完了之后呢,我们打印一下这样的sharm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函数是否编写正确 好,我们记得把这里的这个调用呢 我们来改成我们函数名 好,然后呢,我们运行一下 好,最终的结果是91 这里呢,我就不再验证了 91呢,是一个正确的结果 大家如果一下子心算不出来 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减少一下 我们输入1和2 这个大家能够算出来吗 1乘1等于1,2乘2等于4,1加4等于5 看来是不是等于5呢 没错,然后呢,你可以再添加一下看一下 好,那么5再加上39,应该是14 好,我们就验证到这里,就不再继续验证了 好,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用Python可以非常方便的 用几行代码呢,编写出这样一个求平方和的函数来 好,那么就是这个示例 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讲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上节课讲了这样一个可变参数 但是我没有给大家讲怎么用 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使用这样一个负循环 来便利可变参数列表里面的每个参数 然后再拿出来使用 我这里是拿这个数字来求这个平方和 你还可以拿它做其他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好,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其实我们要说一下这样一个可变参数列表的优势 其实可变参数列表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让你经验的功能 但是它确实是简化了我们函数的这样一个调用 因为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些每一个数字平铺的输入到我们的这个参数 输入到我们函数里面来的话 你还必须要首先把这个数字要组成这样的一个圆组或者是列表就传递进来 当然如果你愿意传这个圆组或者是列表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按照我们刚刚的这样一个讲法 你把它组装成一个列表 然后记得在前面加上一个信号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一样可以得到我们的结果实施 但是如果你把它给去掉 那么你把那个信号给去掉的话 我先看一下,它就会报错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所取的一个应用场景 好,那么我们再换一个应用场景 假如说我设计了一个函数 我这个函数的有一个参数列表 这个参数列表我是希望知道世界上面任意城市的温度 大家想想,任意一个城市的温度 那么我这样的一个函数应该怎么设计呢 好,温度好传度 我们可以传一下 比如说某一个城市是36度 另外一个城市是42度 好,然后第三个城市是31度 好,这样长可以吗?可以 但是它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大家记住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需求的是某一个城市的温度 对不对 那么你的36度是哪个城市的?不知道 42度是哪个城市的?你也不知道 好,那么我们大家想想 什么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呢? 哪一种参数的类型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呢? 好,关键G参数 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转化成什么呢? 转化成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形参类表呢?可以支持 大家注意啊 任意个数的关键资产数 好,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动手试一下 如何实现这样一个任意个数的关键资产数 我们先建一个模块 C9.p 吧 好,这样说呢?我随意定一个函数 叫做Cp 然后Temperature 好 那么呢?我们刚刚学的这样一个可编参数 对不对? 那么很多同学很容易想到 使用这样的一个新号 可以接收这样一个多个的关键字参数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可不可以 我们现在先布写内部的实现 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呢?北京等于 北京等于 好,多少度呢?32度 好,然后呢?厦门等于23度 好,然后上海等于 31度 好,我们先看这样行不行 好,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哎,报错了 好,所以说呢?一个新号呢? 它不能够接收这样一个关键字的 可变的关键字参数列表 好,那么怎么解决呢?很简单 再加一个新号,两个新号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 好,它不会报错了 好,正如我们学习 普通的这样一个可变参数列表 时候所做的一样 我们依然呢? 挡意一下这样的一个tiron 哎,我们传了一组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参数 我们看一下 在函数内部到底它是一个什么? 好,我们老规矩 再把它的tif打印出来 好,还有我们 好,我们再次的运行 c9.py 然后我们发现什么? 这个是什么? 字典,对不对? 确实,我们打印的类型也是di city 字典类型的 好 直到是字典类型的就好办了 那么我现在要求你 在setting temperature这个函数内部 把每个程式的温度给打印出来 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好,我们要打印我们这样的一个可变 关键字参数列表里面的所有的元素 我们就需要便利这个字典 所以说我们现在讲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如何快速的用最简洁的代码便利这样的一个字典 好,那么我们使用for-e循环 比如说for-i 我们用ct都给它for-c 这样一个param 好,我们直接把c给打印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是什么 好,我们发现了什么都没有 单一的这样的一个 只用一个变量的话 我们只能够把这个字典的键 t给打印出来 bgxm和sh 那么我们的值怎么办 值还没有打出来 好,那么这个就是Python 抢大的一个地方 tVin 咱们用两个参数 我们用两个变量 来for-e这样一个param列表 好,这个时候 我们打印这样一个t 然后我们看一下 冒号 好,然后再打印vn 好的,然后我们清空一下我们的命令终端 然后我们再次的运行c9.py 好,然后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我们以为这里的keyvn 可以key代表键 然后vn代表值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 不是的 第一个key 变成了键的第一个字母b 然后第二个vn 变成了我们的键的第二个字母j 所以说很多同学认为这样便利这个字典是对的 其实是不对的 好,那么正确便利字典的方法是什么 前面的keyvenu没有错 问题是在param这里 param是一个字典 那么你想便利字典的这样的key和venu的话 我们需要调用param的一个方法 antoms 好,这是一个方法 param的内置方法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样一个调用结果 它应该来说就没有问题了 大家看见没有 bgp 然后32度 vn 这句字典需要调用一下它的items方法 好,那么我们之前在讲这样一个普通的可变参数列表的时候 给大家讲到过了 你可以零散的传每个元组 你也可以直接把一个元组传进来 好,那么我们现在面对这样一个关键字可参数列表的时候 我如何把一个字典传进来 这样充满的同学可能很快就能想到了 比如说我们这里随意定一个字典 好,比如说我这边 然后呢 32c 然后呢 上海 31c 好,这是一个字典对不对 那么假如说我现在想把字典直接传到cd timebreacher这个函数里来的话 正如同我们当时去传入元组的时候一样 你只需要在前面加两个信号 好,就可以了 好,那后来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好,没有问题 正确的答应出来了 好,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 不管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普通可变参数列表 还是我们这节课所讲的这样一个关键字参数列表 它的目的和作用都是为了简化我们的函数调用 你试字典,ok,我也可以让你很快速的传进来 那么你不是字典 你是一个个的这样一个简直队 我也可以让你非常方便的传进来 两种都是可以支持的 好,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也讲的差不多了 那么关于可变参数 无论是普通的可变参数 还是我们看到的关键字可变参数 有一个特性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们之前所举的例子 都是可变参数列表 它一定传入了一个值 那么它可以什么值都不传入吗? 可以 好,比如说我们什么都不传 然后我们再打印看一下 好,什么都不传的结果就是 这个flow循环你根本就进不去 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个看一下 PrintParam 好,看一下直接打印Param是什么样子的 它将得到一个空的字典 好,所以说如果大家遇到这样一种组合 或者是说混合的参数的话 比如说前面还有一个Param1 Param1是一个必选参数 那么如果我们把CTTemple如此调用之后 走到的结果就是Param1的值是1 而Param还是一个空字典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好,PrintParam1 好,我们发现Param1的结果是1 然后Param1依然是一个空的字典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会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